1000匹马力 不知道八九十万能不能再买套房子 咱进去看一看 Hello大家好 我是弟弟王杰威 今天这一期非常不一样 我们这一年多给大家拍了很多的豪宅 好房子居住体验 今天很特别 因为7月份开始温哥华这村可以做线下活动 我们这一年都没有参与线下活动 今天两个线下活动一起来 是我们很好的两个超级大的开发商办的活动 也是非常网红的活动 去网红的活动不得搞练网红的车吗 来看一下这个 大相辉的小牛 我的好兄弟命哥 今天又给我们整了一个网红车 我们俩一块开这车去体验一下网红活动 好吧 咱一会儿见 拜拜 你看 硬哥换了身很帅的衣服 我们到这活动了这边 哇 超级多人 因为开始栏莫竞技 所以可以这个 停到里面来 Good good We're strong in the event yeah 就follow me OK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温哥华的网红基本上都来这边了 那边的话那台车是1000匹马力 不知道八九十万能不能再买套房子 但是咱进去看一看 温哥华切磨 没有知己 No.1 Mark 来咱办点政策 咱去看看沙盘 到了一个梦幻的场景 感觉不知道有一代结婚的 这边就是他们这一期的空中花园 在这里面约个会应该很舒服 这栋楼就是Burnaby 楼王在这 就是Sky House 等于有机会我们得做一些专门很详细的讲解这个项目 你知道Concord是加拿大最大的地点开发商 所以他们做的项目很多都是这种超过10年超过15年这种大型项目 所以很值得期待 我觉得也是对一个城市的一种认可 还有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边是他那个新的厨房 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 这是一个人造石 特别真实的人造石 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也用了 Burnaby電器是基本上标配的 美诺电器 做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然后把整个的上面的橱柜能做成比较有意思的 看我们的直播 是在直播吗 是啊 太棒了 嗨 很难得 这是我们在本达比达车趟的这个楼盘 对 我们这个Jerry Jerry 太厉害了 Jerry 眼光太好了 投资眼光好 然后看人眼光也好 对 因为我们优秀的Jerry和这个Kavin 他们两位 就是在我们地产界 非常有名的网红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楼盘相遇了 刚才还说的就是 说实话一个开发商的进入对于城市发展 是的 非常重要 没错 没错 他们的眼光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守准 对 好 首先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 活动这边就基本结束 我们现在准备去下一个比较安静的节奏的一个活动 是我们的Aspac Holy Bridge的项目 到那边的话一个非常优雅的发展 那咱就走着 我们回来了 这边非常安静 我们说话感觉都要小一点 是我们刚刚那个环境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现在位置是在Panther Collection的一个master bedroom Panther就是黑豹的意思 全黑系列的一个升级版本 在我们这个项目叫Holy Bridge 等我们下楼看一下 今天展出的是一个艺术家的照片 他就专门照一些非常酷 非常帅的一些collective photos 所以等我们下去看一下 那咱就走 这是一张照片吗 大家帮我看一下 这是一张照片吗 我觉得 我看一下像一幅画的感觉 其实刚从那么喧嚣的地方走到这边 这边又很安静 其实生活就是说 我可以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速度与激情 那也可以回到非常安静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这些开发商想给大家的一种生活体验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温哥华 2009年的一张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酷 这是2009年温哥华Downtown的一个市 市容市貌 12年过去了 其实今天我们这边多了很多楼 包括川普大楼 也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这温哥华的发展还是日新月异的 它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一个城市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特别的荣幸 在这个成长中 城市做了一个园钉 那跟着这个城市一起成长 我们的同时也长大 开花 结果 那这个艺术家呢 照了很多照片 这些东西也可以 也可以卖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我们的讲教中心 这两天过来看一下 那他们一般还在 那我现在呢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样板间的model 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 这个开发商 Aspect Development 其实是一个香港很大的家族 那来到了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城市 在1986年世博会的时候 来了之后就看上那块地方 那块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上次我们拍 那个楼王的弟弟 楼弟 我们上次就站在这个地方 Harbor Grand 17 站在这个角落 还有那个角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那个价钱啊 你们可以晚点来揭秘 所以他们在温哥华开发了很多水岸 这个豪宅 只喜欢水边的 因为水边of course 就是最豪华最奢侈的 所以在2010年之前呢 他们又把这一片水岸买了 对 那这一片水岸呢 是列治文的飞沙河旁边 那这边的项目他们一共要开发25年 第一期是在2013年的时候成交的 那现在呢 我们的第二期的很多的已经都成交了 现在最后三栋在卖 那现在还有一些很亮的大阳台大户型 还在卖 那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开发商做很大项目的时候 像他们这展销中心 他们是10年15年就在这边 所以有保障 在这边买的机房呢 你也知道在未来它有延续性 所以它的品牌会一直延续下去 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屋主 非常proud 我们现在就上去看一看那个Panther Collection 下面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ASPAC和KASER意大利第一名的橱柜 他们一起设计的一个Panther Collection的一厨房 我非常的爱 为什么爱呢 请看我的左手边 全是亚光黑的设计 那加上玫瑰金的一些金属键 整个把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 全都给你体现了出来 那包括我们的美诺 1 2 3 4 5 6 7 8 8件套 所以这个项目呢 这个Panther的升级版是非常非常酷 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 我们去看了法拉利 Lamborghini 各种豪车的展览 然后看了这些帅哥靓女 是不是 然后又回到这边 听着这种非常舒适的音乐 看那边的画展 然后又回到了一种居家生活的感觉 其实我们的工作呢 不光是卖房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 是为大家提供一种生活理念 生活方式的一种机会 就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好东西 可以给大家分享 那未来呢 我们有一个小期许 今天我给大家要透露一下 那凯文呢和我未来我们想拍一个系列 这系列是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在至少在温哥华这个地方 不同族裔 不同阶层 不同年龄 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可能有住豪宅的 也可能有住在小房子里面每天在努力的年轻人 但我觉得这些都ok 因为这都是part of life 对不对 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呢 也很荣幸啊 就是能帮助很多不同阶层 不同背景的朋友 有购置物业或者销售他们的物业 或者是换房安家乐业投资 所以未来呢 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所以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就下期再见